現在跟大家介紹這個 其中專題的DC Power Supply 首先是Schedule的部分 當然在前面的Preview 已經針對大致上這個專題進行的方式做說明 目前這個Schedule是專門針對 機械奈米盒班 那Schedule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 就參考我們前面的Word Document裡面的規定 那這裡就是一樣 第一週參考 準備基本材料的了解 還有Demo基本功能 文押功能 第二週不上課 可以交 然後 預報 就是Posal Report 然後 第三週就是 要把 麵包版的 安排出來 再Demo一次 那這些Demo都要配合Demo 那第四週交報告 少錯 那 電子班 4IJK稍微不一樣 因為你們 你們 其實 沒有 你少了一週 所以你的第二週 是 別班 第一週是別班的第二週 所以你 第一週 就 就 那個 已經 馬上開始做 這個 基本功能 然後 你 繳交這個Proposal的時間 可以延到 第二週 這個 第二個時段 就是 十座 十段 就是在 禮拜一 禮拜一的 中午 十一點五十九 以前 因為禮拜一的下午之後 就開始 開放各位做時座 所以定在這個時間 讓你們用一個假日的時間 去準備Proposal Report 如果你願意 提前準備的話 那你的始作時間 就 這幾天 三天 之後 第四天 之後 就是禮拜四 你就 demo 進階功能 安排出來 那 再來一個禮拜 就 上傳報告 之後 的進度 就會跟 基階 奈米班 同一週 就這樣 好 那規格我們 沃爾的檔 裡面 其實也已經寫了 正到十二 正到十二到負十二 可挑 五到十二 請注意這些 正電壓 負電壓 是你要做到的 然後你的電壓 是從 輸入的交流訊號來 這個電壓很大 然後你會需要的電壓 電阻和電容 都是多少的值 那它的原因 是什麼 還有 這個電路 你可以 可調的 提供你 調整的電壓 當然 這個電壓 只能調 高 7805 調高 不能調低 所以 如果你想要設計 比較低 到比較高的範圍 都可以調整 電路 那你就需要 用像LM317 這種 或337 那 基本的 需要 就是 實驗一定要做到的 就是 你在麵包板上 提供固定的正十二 負十二 靠7812 7912 來做 然後 你的輸出電壓 必須穩定的 在 負載 從1K 到100OV 這個是針對正十二 負十二 那 你的這個 5 伏特 也可以 調到12伏特 這是用7805 來調 那 進階功能 就是焊接 在PC版上 然後 然後 一樣 做到正十二 負十二 五到十二 跟前面 基本功能 達到的 都一樣 那 之後 你要做一些 開關 呃 呃 指示 開關 LED 或保險絲的保護 或其他輸出電路 隨便 可選 可不選 好 電流的線流或增流 也是可選可不選 都可以 好 那我們做的這個程序 就是照我們 WORD版的 DEMOFOAM 裏寫的 這裡只是另外再列出來 正十二 負十二 要量 示波器的圖 7805 調5 到10 也要量 然後 7805 再往上調 看調最高電壓到多少 你會看到有聯波電壓不穩定 那就是它的限制 最好能了解它的原因 好 那 再來我們就要做LOR 那LOR 7812 7912 7805 因為跨壓不同 所以 會適用的負載不一樣 因為 主要是 這些穩壓IC的輸出電流 都有一個限制 我們原則上 是希望 不同的穩壓IC之間 它因為跨壓的不同 那 大部分 它也會因為 跨壓的增加 它能提供的電流 也許沒有這麼大 因為它的額定功率 會受到它的封裝 結構 散熱條件的限制 所以 7812的部分 我們用 比較 大的 負載電阻 因為它的跨壓 夠高 所以它出來的電流 已經很大 那我們調不同的電阻的時候 會發現它的電壓會漸漸的降低 電流當然是漸漸的升高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來算LOR 那我們 當我們負載調到50歐姆的時候 會發現它要的電流很大 像是這個12伏特 除以100歐姆是120mA 那如果除以50歐姆是240mA 原則上這個地方已經會不穩定 就是比較明顯的不好 所以我們原則上就不會讓我們的負載 超過100歐姆 那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用的LOR 就是從1K到100 算法就是1K跟100的壓差 還有電流差 兩個相處 就可以得到LOR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一個最大的穩定的輸出電流 在是多少 就是當你用最小的這個負載電柱 所測出來的 那原則上 助教已經先提供一個參考的數據 就是100歐姆的時候的最大電流 和那個時候的最小電壓的這個值 那希望你能夠了解 那如果改成7912也是一樣 原則上7912的穩定度 可能會比7812還好一點 所以LOR可能會算出來更小一點 那算7805的部分 就請注意 因為你可以調整這個電壓 我們就拿5福特的標準輸出 來做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負載 因為跨壓比較小 所以其實負載可以用更小 來獲得它相對大的電流 所以例如說 如果是這個5福特 像5福特 除以50歐姆是0.1安培 除以25歐姆就是0.2安培 就是200mA這個檔位 那原則上 這裡就是穩壓IC出租電流 穩定的極限 那我們後面做一個100歐姆 你會看到它不穩 電壓就掉下去 那當然這個結果就是 為了讓你了解 所以 LOR的計算方式 就是從1K到25歐姆 自然 Delta VO是1K跟25歐姆的差距 IO也是 這個Delta IO是這個 兩個的差距 就可以計算了 所以 Rmini碼的參考值 已經寫給你25歐姆 Vmini碼跟IMAS碼 自然就靠你兩側的結果 算出來 好 那 原則上 原則上 這個 因為送到高壓的時候 會有 隔定功率的問題 所以 這裡的100歐姆 跟這裡的100歐姆 這兩個 你要用高功率來做 好 這個 原則上 助教把這個表格修正成 把高功率電子要量測的時候 附加進去 也就是 你做7805 最後 這個10歐姆要用高功率 這個很明顯 但是前面 這個 7812 7912 的時候 你應該也要用高功率的電子 來量測100歐姆的時候 的跨壓 那 50歐姆 就是 兩個 並連 一樣可以兩側 都用高功率 那 前面 這些 自然 自然 就是 1k 歐姆 來並連 1k 歐姆 來並連 那 166 就是 用6個 1k 來並連 原則上 這個部分 就是 用這樣的做法 好 那 測試的電路環境 就是 把你 解好的電路 後面 掛上 這個 負載 那我們這邊 畫圖方式 是用 可變電柱 來表示 但事實上 我們現在都用 剛剛說的 電柱並連 的方式 來替代 就不用可變電柱 來調 理論上 是這樣 所以 兩側正負 15到10 還有 當然 輸出穩定電流的結果 780 然後 負載電柱 千萬不要焊在你的電路上 你焊了就代表 你根本就不懂 什麼叫做 LOR的觀念 還刻意加 負載電柱在上面 那 Advance Demo的時間 一併在 複助 起來 就是 這個 就是我們 呃 從下午1點半到6點半 這個 機械男女版 原則上 呃 因為我們這個班有60組出頭 所以 每5分鐘 每5分鐘 一組 那 呃 呃 所以 第一個小時 就是1到12組 第二個小時 就是 13到 24組 以此類推 所以5個小時 demo完60組 那 如果你是 60幾組 那 一樣 也是在 呃 這個 提前 到 大約 5點半 左右 到 6點半 這個時段 就 呃 過來 來demo 應該這樣講 呃 如果你是 61到70組的 你就可以在 提前的時間 來demo 提前的時間 就是這個時間到這個時間 都可以 讓你來demo 好 那 如果你是 第一組 到 第 60組 就請你依照 一個小時 12組 的原則 來demo 如果 呃 當然你 如果 不是在 預定的時間 來demo 呃 助教 可能也會 再demo 別的 這個 同學 那就請你 稍後 哦 那 當然 超過了 這個時間 哦 6點半 如果你 還沒有 完成 基本功能 的demo 哦 那 甚至是 預定 你每一組 demo 的時間 例如說 第一個小時 1到12組 就應該demo完 如果超過了 過了一個小時 以後 那 助教 已經 呃 都demo完人了 開始在等待 各位同學 而不是因為 沒有 沒有辦法 有時間demo 同學 那同學 達不到 預定 demo的時間 的話 那 助教自然 就可以助記 各位的表現 甚至 對於 同學 做不太到的地方 就 直接在 評分上 做 調整 所以 請同學 就是 在 預定的 時間 盡量 就 應該提前 把 始作完成 好 那 這個 電子班 也是一樣 因為 同學 的這個 呃 人數 比較少 所以 每五分鐘一組 一樣 從第一組到 呃 因為電子班的編號 有些跳號 一樣 從第一組到 第48組 這樣 就是 一小時 十二組 為原則 那 你的時間 就是 依照 demo的時間 表定 除了 助教 還在demo 有時間的落差 之外 你應該 在這個時間 就 要 做到 可以demo的 條件 那 如果可能 助教也是 會把 demo form demo list 提供 給 讓各位 可以 登記 當然 登記 就代表 已經完成 如果 沒有完成 就 事先登記 的話 那就會 視為 你 並沒有做完 助教也會 登記 這樣子 是 不能接受 repeat demo 就是 跟基本功能一樣 所以 量測 正5到12 5到12 正到負 那 正負電壓的輸出 都要 全部用外用板 接好 然後 穩壓的輸出 也是 然後 進行 LOR 繼續觀察 那 其他的 加分功能 就 沒有關係 你 不做 就算了 那 當然 請注意安全 我們 禮拜六 禮拜天 實驗室是不開放 那 請你自己 在 預定的時間 就來做實驗 那 離開的時候 請關儀器 注意 整潔 不然 助教也可以 不配合大家 提供實驗室 那 還有 安全 Safety First 就是 如果有觸電 或 過熱的問題 要小心 不要被燙到 那 呃 電容不要插法 那 會爆掉 那 電路輸出不要短路 不然 看嚴重 實驗室會跳點 好 那 工作原理 其實這個 各位應該自己要了解 而且 從我們 另外一份 pre course 裡面 都有很完整的介紹 捲鍋 整丟 濾鍋 粉壓 還有 LOR 那 這個是 可以參考的電路 這是 整流的架構圖 正的電壓 負的電壓 還有 另外一個 深壓電路 接在正 輸入電壓的部分 如果你要接保險師的話 最好 接在前面 不要接在後面 這樣才能保護到整個電路 好 那 這個 原則上 跟我們的很接近 這個是 全部 的 電壓 跟 這個 比例 大概是 5比1 那 一半 跟一半的比例 就會是 10比1 那 這樣的話 這個 110變出來 這裡就是 11 原則上 是這樣 那 這個是 一般的 這個 變壓器 的比例 所以 如果是電感的比例的話 那 自然就 5比1 的雜速 電感比 就是25 比1 那 各位可以參考 塑膠 在 二極體變壓器加分體內的說明 也會知道這個電感比例的比例 整流電路 這分段看到 分出來的 這個 這個 半波整流 全波整流 全波橋式整流以後 都變成這樣一半 這個電路 那 加上濾波以後 就可以 濾出兩波 那 再來就要做文壓的動作 那 這個 的內容 就叫在 Word的 preview裡面 就是 講義 中文講義的說明裡面 都有介紹 輸出電流 因為 整個負載 會影響到 LOR 那 電流 的 輸入的大響到交流 會影響 LIR 那這個部分 除了這之外 如果是用 Ginna Diol 還會受到 溫度 影響 所以用 紋牙 IC 來做 甚至連溫度的補償 都可以做到 紋牙 IC 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 腳位順序不同 請注意 這是 IN GRAM OUT 這是GRAM IN 然後 後面 這個殼 是 一律接到 第二隻腳 後面的殼 一律接到 第二隻腳 如果要接散熱片 記得要 用雲木片 隔絕絕緣 不然你的散熱片 就會接到第二隻腳 那如果接到別的地方 就會短路 好 那提供的材料就是這些 那當然 我們 材料包裡面 的說明也跟各位講 就是 電容 這個 都提供三顆 給大家 然後 高功率 負載電子 是 當天要還的 這個 10歐姆這裡 10歐姆這裡 是10瓦 10瓦 10瓦 就很大 所以 各位可以用 那外用版 可以先鑽孔 在第一次實驗 的時候 好 就是我們 這一次沒有提供 保險師給各位 請各位 就是 如果需要 自己準備 那 當然 就是 這邊提到的就是 我們要求各位 實驗還達到的 方向 各位看得出來 正負責 調負載 提供足夠的電源 調整生涯 進階功能也是一樣 都要做到 正負十二 調整生涯 還有LOR 大概也要測試 那原則上 這些性能 都是助教電路上 就應該達到的 所以性能的好壞 是基本的 性能不好 你要去檢查 為什麼 那至於 進階功能 你當然可以做一些加分功 不過 這些加分功能 請你的電路 要做在恰當的位置 做在該能發揮它的作用 那 原則上 這些功能都很陽春 那個 如果你 不太了解 這些功能跟概念 你不要期待助教給你加多少分 你如果願意做 你如果願意做 是你自己想把你的專題 做得更好 在分數上 書教在乎的是 你 Bonus的Proposal 有沒有用心來寫 甚至 甚至 助教在其他的 這個 Precourse 裡面 投影片 下半 提供的一些 別的 範例 那 那一些 都比這些 開關指示的 保險 是 輸出端子 來得有價值 只是大部分的同學 都是做這些功能 那助教就提醒你 這些功能 加的分數 並不多 最好做其他的進階功能 那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話 你只做這些不能期待 多高的分數 好 好 那進階功能 當然就是要了解功能 原理 還有驗證這些效果 這樣的話 你才等於是 能夠加到分數 如果只是隨便接接 不見得會有什麼分數 那你也可以 模擬這個 電路 模擬電路 最主要就是 你要模擬 電壓器的電感 那邊 還有 你要把LT 的Model 這個 滾壓器的Model 放進去 來驗證 整個電路的作用 那這個 甚至跟 把驗證的結果 秀給助教看 那當然 都是很好的 成果的呈現 在報告裡 可以好好的表現 那 模擬的例子 也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 焊接的部分 在 預備課程 講解更多 所以就是 簡單的說 我們會提供給 每班同學 一套 焊接工具 那 包含了 烙鐵字 30W左右 那 你們平常使用 就 不用的時候 把 烙鐵上的 這個 焊錫 給洗乾淨 那 網路上是 有人說 最好可以加一些 焊錫去 保護它 避免氧化 那 這些事 你就不用做了 你只要保持 烙鐵頭的清潔 就好 那 避免常使 即 加熱 不使用的時候 烙鐵頭 不要拿掉 不要擦點 那 久了 烙鐵頭 自然就 溶氧化 那 焊錫 會提供給各位 一卷 小卷的焊錫 那 就是 雷班一組 那 原則上 班代可以 負責管理 需要用的同學 去找班代 來借用 那如果 你們的焊錫 用光了 可以再來找 助教 武衝 那一組的 焊錫 不是你們每個人 焊錫用光 都來找助教 武衝 那 助教 在實驗室 原則上 如果同學的使用 很符合規矩的話 助教也可以 可以嘗試提供一些焊錫 讓各位現場使用 那焊錫裡面都是有焊油的 所以 恰當的焊接 就不需要另外再加焊油 當然你焊接過久 焊油就會 不見了 那還有一支吸錫槍 提供給各位 那也是幫助 給你這個解焊 用 那吸錫線 做一些 其他 比較精密的煉輪會用 我們就不提供 那烙鐵的溫度很高 那 你們在焊的時候 要注意通風 非常好 還有我們也會提供給各位一個 這個 烙鐵架 請你不用的時候 把烙鐵 放在烙鐵架裡面 那電路板 也盡量的 這個 在固定的電路板上 來 注意好它的焊接位置 先把低的 原件焊好 再焊高的 原件 那 焊接的部分 這個 我們也有 參考的影片 裡面也有 很好的示範 各位可以利用 好 那原則上 這部分就是這樣 希望各位 能夠盡量的 在這三個禮拜的 實驗過程中 把短題做好